第五百九十一章 雞鳴菇 陳卓飲完一瓶可樂 看著前面的地下 就看到一塊好像爛木那樣的菇 咦?那是什麼東西來的? 他這頭說完 那個台已經伸手 撕了一個菇下來 淡台銘月望了望就說 這一隻是雞鳴菇 亦都叫金雞菇 是金雞山的特產 以雞市作為養料 對於鞏固雲魄有其效 野鬼村每年都會選一些村民 冒險入山採集雞鳴菇 黃鼠郎就很不明白 之前不是聽清掌說 可以買到那些什麼固雲傘? 固雲傘在鬼界 多數都是用來升街之後 找固雲魄 價錢雖然不算貴 但對於野鬼村來說 所有的村民都是殘雲 需要大量的固雲傘 但他們又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 即是靠孤雲傘 怎麼承擔得起? 就像村長一樣 現在是六街的實力 如果他的雲拍齊的話 實力起碼都在七街以上 甚至有希望達到八街 小鬼就問 那麼那個村長這麼厲害 為什麼不離開野鬼村? 那些厲害的人 不是去到哪裡都很受歡迎嗎? 淡台銘月笑了一聲 很無奈地擰擰頭說 哼 身為鬼修 缺魂小拍 無論如何彌補 都是有缺陷的 是啊 那他們真的很可憐 阿賢又是同情心泛濫 唉 鬼界的可憐鬼周圍都是 我們自己都顧不定自己 哪有心思理人家? 陳翠這個時候就不要出聲 拿著那個雞鳴菇 對眼就看著隊伍的後面 他在想著 野鬼村的這幫村民 穿得爛身爛細 而他卓真神 就在家裡吹冷氣 大魚大肉 這幫窮鬼 就冒著魂飛拍散的風險 要入山彩蘑菇 純粹只是為了生存 唉 這幫鬼真是陰公豬豬 不過系統就不像他那樣了 你好像很有同情心 但是他們落藥讀你的時候 一點都沒有手軟 當然 由第一集到現在 陳卓都是這樣 對於系統說的話 基本上都很少理 他只是拿你的手 撥了雞鳴菇上面的那些塵 柳玲看著雞鳴菇 一邊舔嘴就一邊說 卓真神啊 不如讓我試試什麼味 陳卓一看到柳玲這個衛食樣 就很乞他 跟手就說 一不是卓真神 柳毒給你試試 罵完柳玲 他就站起來 把雞鳴菇小心翼翼 放進袋裡 看著那幫可憐的鬼 他心裡想 你們放心 卓真神一定可以令你們 實現蘑菇自由 想到這裏 他又抹盡喉嚨喉 大家補充我功力嗎 跟著卓真神繼續前進 他這樣喊喊喊到黃鼠狼都吐了一吐 事關以陳卓的皮聲一旦休息 就很難繼續走 今天難道是吃菜藥 不是 應該是不是沒有吃藥呢 在陳卓的號召下 大步都是繼續向前走 這一次 支撐他的不再是激情 而是責任 他肩膀上 揹著老村長 揹著鬼妹 揹著整堆梁山好漢 做了整條野鬼村的命運 就像蝶羅漢那樣 他內心不停在想 來吧 邪惡野雞 卓真神要制裁你們 有雞鳴菇的地方 就一定有雞屎 有雞屎的地方 就肯定是有雞活動 向前走都沒多久 陳卓就聽到 在左前方的山坡那裏 好像有些人在拍攝 我歌頭看過去 陳卓終於如願地見到一隻邪惡的雞 那隻是一隻公雞 高過人 大過人 雞官是血紅色的 好像一把很大的葵線 身上的毛髮是五彩斑斕 就算鬼界沒有太陽 都依然是擋不住這隻公雞羽翼的光彩 雞嘴是倒勾 這個時候 正在擔著一隻手 而那對沖了血的眼 就眼都不眨著 揹著陳卓 當然陳卓肯定不會認輸 他也是眼都不眨著 揹著頭 兩兩對視 系統這時候提示 金雞山金雞 剁食雲拍為生 實力堪比五階鬼像景 不過陳卓這個時候 看著這隻邪惡的雞 已經不像剛才那樣威風 吞了一口口水 開始向後吞 吞了半步 事關這隻雞比他想像中還要大 千年苦雲 都好像不夠他大 歡迎收聽 精神病面前鬼東西算過球 本作品 由廣東唱獨出品 作者 突突兔 演播者 不如不見 第592章 噱! 黃鼠狼一看到這隻雞這麼大隻 當堂嚇到口疼疼 這隻 是鬼街的雞 豚肉 黃屎郎就說 說真是 雖然說黃屎郎是喜歡吃雞 但是這隻雞 我咬不動 但面對這隻大公雞 似乎陳卓也很驚驚 小時候 在精神精神病院飯堂 買過生雞回來過年 湯雞那天有一隻雞走掉了 追著陳卓 不斷刀他 刀到小腿那裏有幾個洞 雖然過年的時候 他吃了兩隻雞腿 但是從此之後他就有點怕雞 現在這麼大隻人在這裏 會不會頭都刀掉他的 卓真神是打不死的 邪惡雞就在前面 卓真神衝啊 衝 陳卓這個衝字衝得很魷魚 他有點衝不起 而就在猶豫之際 那隻大公雞 吞了他的嘴裡握著那隻手 跟著伸長頸仰天長鳴 咳咳咳咳 十時間,整個山林再次震動 接著,他的計名聲響似雲燒 你這裏咳咳咳咳 他們在說什麼? 陳卓聽到有些迷惘 他在說卓真神是個大傻B 大家快點來當大傻B 大傻B? 是不是在說卓真神? 沒錯,不單說卓真神是大傻B 還罵卓真神是精神病人 他們都是貓乾雅園 派來殺死卓真神的 一聽到貓乾雅園的名字 陳卓當場拿著拳頭 眼裡浮現憤怒 貓乾雅園? 接著他目光如懼 咬著牙關,向前走一步 伸手指著一隻雞 張開口 咳咳咳 咳咳咳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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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翻譯一下 他是說邪惡雞 夠膽的再說一次 系統本來打算用激將法 激他去動一隻雞 誰知這個時候 居然在那裡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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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系統很大爆粗 陳大卓我弄你這個字 我叫你上去動它 不是叫你和他聊天 現在不是說系統 連那隻雞也吐在原地 以前那些生魂、死魂 見到他,每個人都走 為什麼這傢伙還抹著喉嚨 對著他割?還怕他聽不到 陳卓見到那隻雞呆在原地 心想應該是怕了卓真神 於是他更加放肆、更加囂張 割割割割割割 即是說我乃卓真神是也 那隻雞雖然聽不明白陳卓在割什麼 但是對於陳卓這個舉動就充滿了警惕 他機械性地擺動一下雞頭 對眼就瞪著陳卓不放 陳卓當堂我放了心 這隻邪惡雞也不愛如是 他卓真神只是割了兩句 就嚇到那隻邪惡雞呆了 割割割割割割 割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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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翻譯了 他就說 你這隻邪惡雞 居然跟貓乾阿遠同流合污 淡台明月 這個時候就懵了B 這樣站在陳卓身邊 看著那隻雞 看到那隻雞好像聽得懂 於是他就問黃小貓 黃小貓? 大卓會說雞語嗎? 黃小貓只愚蠢地看著這隻雞? 我...我低台阿 而在隊伍尾端 杜巴就跟村長說 村長,這個陳大卓好像有點料到 居然可以跟這隻金雞對話 村長沒有發聲 他來鬼界這麼多年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況 不過想起來也是 隨手就可以送出這麼多寶物的人 又怎會是無能之輩呢? 如果不是有足夠的把握 又誰會抽起一條根走來金雞山這裡? 還有,見不到連鬼王殿下 樣樣都聽了卓真神說嗎? 這邊在選擇陳卓的心思 我們陳大卓在前面和雞割了幾分鐘 但那隻雞完全沒有給出絲毫的反應 大家都知道陳卓是三分顏色上大紅 所以他的態度就越來越囂張 隨手他就撿起樹枝走上前 那隻雞一見到他動 就低沉的鼓了兩聲 雞頭還沒低 雞頭的毛就全部炸起 隨時準備進攻